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国的子民们 我要告诉你 你的生命中不一样 是因为你跟环境 环境对你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跟你旁边说 环境对我没有影响 因为你相信 是上帝给你的恩赐 相信是上帝给你的意向 相信上帝应许你的 祂必然成就 所以当你看到环境的时候 你说 主啊 那都其实那都什么 那都幻觉吓不倒我的 那是环境 但是环境会因为 上帝的手完全的改变 而我相信的是 我在等候上帝的手 即刻的来到 来我们一起来读 双世纪十五章一到四节 来一起读预备 请 亚伯兰又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身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世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世 我们今天领受这句经文好不好 我要奉耶稣的名 我们在当中 你开始要发展 你的属灵的后裔 跟你肉身的后裔 你会在上帝的保守 跟祝福下面 你会发现你的 你会什么 你会子孙满堂 而且无子登科 Amen 发生了某件事情 这件事情之后 耶和华在意上中 对亚伯兰说话 他的第一句话说什么 来跟你朋友说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他说我自己的盾牌 逼大大的赏赐你 为什么他要惧怕 他在怕什么 他为什么要害怕 我们来往前看好不好 这件事是哪一件事 在创世纪的14章的14到16节 来读好不好 预备 金 亚伯兰听见他持额被掳去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兵 318人 直追到弹 便在夜间 自己同仆人分队 杀败敌人 又追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法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 连他持额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这是好事 这件事是什么事 是当时的亚伯拉罕 因为他的职额罗德被抓 所以他去追 他带了他的什么 精炼的壮丁 318人是男性 都是壮丁 你可以想象 全部都是精壮的军队的勇士 他去追赶他们 然后把所有的财物 被掳掠的全部夺回来 这事以后 这是什么 这是亚伯拉罕 亚伯兰得胜以后的事 可是下一段 他居然说他在害怕 我告诉你恐惧有时候是没有来由的 亚伯兰有双重的惧怕 第一个惧怕 就是他害怕他所拥有的成功会失去 第二个恐惧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我没有孩子 OK 他对未来感到害怕 你没有指示 你没有未来 你没有孩子 象征着你没有办法 什么 你的这个香火 可能没有办法继承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服饰 可以一代接一代 我们都希望很多的事情 有人接续我们去做 因为它是一个接力赛 所以当你没有看见没有后事的时候 其实你面对的是对未来的一个恐惧跟不确定性 你能了解亚伯拉罕的想法吗 亚伯拉罕在当时是非常极度有钱的人 而且他又有兵丁 他财大士大 但是却没有人接续他 所有的服饰都在期待找到接班人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为什么传承这么重要 你可以非常地爱主 你可以非常地棒 但是没有人承接你 这一代的荣耀到此为止 我要奉耶稣的名 我要彼此的勉励 我们在当中要去除我们所有的恐惧 我们对于未来不再恐惧 Amen 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的 我们不担心失去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在15章的5到6节好不好 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 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得过来吗 有对他说 你的后意将要如此 要不然信耶华 耶华就以此为他的意 今天我们要领受这个祝福 就是我们要领受上帝 清清楚楚所赐给我们的意象 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 我们荣耀丰收教会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从这一刻开始 你要领受上帝给你的意象 你要开始清楚地知道 你这辈子到底为何而为 奉耶稣的名挪去所有的惧怕 往下好不好 因为惧怕的解药 就是意象 跟你旁边说意象 奉耶稣的名不再惧怕 你不再因为环境惧怕 你不再因为财务惧怕 你不再因为许多事情干扰你 跟你所领受的不一样 你就开始惶恐 你甚至不再担心未来 因为你知道你在上帝的手中 能够引领你这个世界 惧怕 胜过惧怕最好的解药 就是异象 你领受这个异象 你就能够像大卫一样 在他17岁的时候 就知道他会成为以色列的王 中间漫长的20年的等待 如果没有异象支撑 我想很难有人会在 阿杜兰东的时候 仍然舔过去 特别是在最年轻 最精华的时段 25岁26岁到31岁 一事无成到处逃跑 是匪贼 不断地想办法存活 我不知道当时大卫怎么想的 但如果他不清楚 他是以色列的王 我相信他会放弃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看见许多伟人 许多成功人士 最后他们成功的这个景象 但是没有人知道 在他当中如何地撑过去 我要告诉你那是因为 上帝赐给他医象 再次跟你旁边说 异象是惧怕最好的解药 我们要来从几个点来谈到异象 今天我们要清楚 而且我要奉耶稣的名 在今天你要领受一个 你自己明白清楚 如何服侍上帝的道路 如果不明白就祷告到有为止 上帝是爱说话的神 祂乐意跟我们说话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你会需要一个异象 好不好 为什么你会需要异象 第一件事情 是为了你要能够找到 侍奉的方向啊 我之前在这个大学 我们演讲的时候 我有讲过几件事情 我说所有人在生命中 应该预见 了解三件事情对不对 我是谁 我要去哪里 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要跟谁在一起 找到相同意象的人 我们一起走 弄清楚这三件事情 你的人生就不会白走 跟你旁边说好不好 我是谁 我要去哪里 我要跟谁在一起 跟你旁边说这三件事情好吗 所以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好不好 往下看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有的时候你的方向错误 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努力 反而越来越让自己困窘 有的时候你都努力带来自己的失败 为什么 因为你走错方向了 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方向就是上帝给你的意象 一个有意象的人 就如同上帝给的一个方向 你清清楚楚的朝那个方向走 朝了那个方向 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 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教会 如果我要到市区去 我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对不对 我可以走这边的道路 马路我可以做地址 任何的事情 但是只要我的方向正确 我一定会到 如果你走得非常的快 可是你是逆向 那么其实你走得越快 你会离你的意象 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 弄清楚方向 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你要先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谋定而后动 跟你朋友说谋定而后动 那么需要意象的第二个理由 是什么呢 来往下好不好 是为了共同体的更新跟合一 什么叫做更新跟合一 我要解释一下 上帝在赐予意象的时候 祂不会只告诉某个人 我认识的神是一个慷慨大方 又乐于赐给我们奥秘的神 当我们全教会聚集祷告 我认为最常领受 有的时候是在祷告会的时候 在敬拜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个 上帝给你一个祝福一个领受 你可能是上帝给这个教会里面 一个大的拼图当中其中的一片 而没有你就无法完成 跟你朋友说 没有我就无法完成 我们是同在一起的 上帝给这个教会 不是只有给牧师 所以不会只有牧师 领受到祝福之后 我要告诉你们 这件事情上帝告诉我的 跟我悄悄话只有三个人 只有两个人知道 就上帝跟我 没有第三个人 所以你无从查考 无从求证 只能听我的 不对 当你为教会祝福 为教会领受 异象的时候 神会把异象赐给一群人 就好像在《使徒行传》当中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保罗 巴拿巴他们被拆派 是因为一群核心的同工 在这里禁食祷告 阿们 所以神不会只跟牧师说话 神也会跟你说话 神会跟弟兄姐妹说话 来跟你旁边说我们要领受共同的异象 今天圣灵的风要吹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曾经有过异象 但是被熄灭了 今天要重新燃起来 奉耶稣的名 神的灵今天在我们当中 我们稍晚会花一些时间 特别的来祷告 为自己来领受异象 我们共同领受好不好 不是只有牧师 不是只有区长 不是只有领袖 才可以领受一下 而且是你要跟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来为教会祝福 来为教会祷告 求上帝告诉我们 神要如何带领这个教会 也求神告诉我 我要在当中如何的跟神配搭 阿们 我们全部的人在今天就要领受 圣灵的风吹起来 我们原来像我们凯骨的生命 原来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如今开始有了不同 你仍然上班 下班 仍然刷牙 睡觉 可是你的里面不一样了 你能了解我 你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心情完全不同 因为你渴望礼拜天进到教会 你渴望在教会当中 有其他服侍上帝的机会 你不再只是一个礼拜天 休闲去教会 而是去教会 服侍主变成了你内心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因为你开始有了 服侍神的异象 再次跟你们还没说 我要领受异象 所以举凡什么呢 举凡在神当中被更新 复活 都是你需要异象的原因 还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在合一之下一集更新 这是美事 如果你没有合一就更新 各自更新 你会造成资讯不同步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生什么 发生误会 所以一起领受好不好 我鼓励你们真的可以的话 一起来参加祷告会 来参加祷告会 一起来领受共同的异象 Amen 第三件事情 为什么你会需要异象 是因为异象可以促使我们高度的尾声 尾声的原文叫做 嫁 还记得吗 我们尾声在同一个异象 就好像嫁给一个人一样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有没有人记得教会的异象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 不用每个礼拜都会念对不对 建立一支主耶稣 末世军队 并在敬拜宣教 以及神的话语上 撼动列国 我们不是一个 单单在城市当中的一个教会 我的真正的异象 并不只是一间教会 我的意象并不只是一个 安静 安稳 成功 有钱的教会 而是我们要成为列国的教会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被拆派出去 成为传道人 你可能会建立你自己的教会 我要奉耶稣的名 你们是被恩高的 你们是被祝福的 抓住这个意象好不好 我们为了复兴 你们每个人都要扛住你们的呼召 所以当你开始有了共同意象 我们一起在什么 敬拜宣教跟神的话当中一起尾声 我们会看见大家会找到自己服侍的合场 第四件事情 为什么你会需要意象 因为意象可以挑战彼此进入到什么 侍奉 你可能生命当中原来是一个平淡无奇 你觉得你信主这样就好了 你觉得开开心心这样就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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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 然后就离开 有一天你突然间神的话领导你 有一天你突然间看见了一个异象 你的生命中就会改变 我奉耶稣的名 你们今天要领受好不好 你们今天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 从上帝来的异象 让你的生命中火热 不要只是来聚会 让你生命中突然觉得 我在为了更崇高的一件事情来努力 如果你是母亲 你是父亲 你要为你的儿子 为你的女儿来祷告 主啊 你要怎么使用它 然后看见你的孩子 就站在那个他的呼召的地方 你就开始会格外的兴奋 你当你带着孩子去上学放学 当你去照顾他的时候 你不再只是因为你是父母 而是你看见一个上帝要使用的器皿 正在你的手中被建立起来 有的异象会让你的生命中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是平淡无奇的餐点 却加了盐巴 完全的不同 奉耶稣的名 你的生命中如果没有异象 今天就要来祷告 一定要有 而且你要求上帝说 主啊 你要怎么使用我 我要在我接下来生命当中发光发热 特别是为了荣耀主的名 跟你旁边说 为了荣耀主的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会需要异象 那异象是如何领受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 什么叫做异象 在登演的29章18节 来一起读 预备 请 没有异象 明就放肆 你的驱动是在于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说服 以及别人崇拜的眼神 可是异象是从天上来的 简单说 异象就是上帝的心意 更清楚地说你在神的家中 被天父带领施恩 你就需要知道上帝对我未来的计划 所以当你开始祷告说 天父啊 主啊 我现在是你的孩子 你要告诉我 指教我 要如何接下来荣耀你的名 求你清楚地显明 赐给我异象 我们来读这段话好不好 来 预备 请 天父未来对我们的计划 就是我们的异象 所以如何的领受异象 往下 第一个是透过 异象是透过什么呢 透过祷告所领受的启示 你来祷告 你来祷告 异象是一个人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在祷告寻求当中 神启示在我们的里面 注意听哦 而不是你有预先的预设立场 当你要说主啊 求你对我说话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你说的预设立场抛开 你没有办法离开你的预设立场 你的答案 你的领受就不会精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谈到交往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两兆彼此间先离开一阵子 因为你能够让自己的预设立场被消除 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预设立场 祷告 禁食用各样的方式 但是我要奉耶稣的名告诉你 不要预设立场 当神给你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情况 指示的时候你要再三的确认 所以通常异象是从透过祷告跟寻求产生的 如果你本身没有这个期待 没有这个需要 神很少会主动来来找你 除非他迫切的要使用你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我相信神直接对你说话带领你是有的 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本身对于启示是 没有不在乎的 我觉得神就不会特别的告诉你 如果你渴望拥有异象 先透过祷告来寻求 跟麻烦说透过祷告寻求 第二个部分是你要怎么样的看见你的这个领受异象呢 我要告诉你异象有的时候是在危机当中产生 危机意识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的作为 因为他告诉你你正进入到危险当中 你会如果你在你信仰当中 你突然觉得有危机意识 那是上帝要跟你说话 他在激发你生命中一种神圣的不满 主跟你谈不说神圣的不满足 我不想要就这样 我不想要就这样 我想要更多 我觉得我的灵命好像快要枯竭了 其实你并不是真的枯竭 但是神正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需要更多的拥有它 危机意识会让你发现一件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需要上帝 跟你谈话说我需要上帝的意见 我需要上帝的意见 我需要因为我感受到危机 我需要方向 也许你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经营你的公司 经营你的企业 或者是你正在上班 你有你自己的方向 可是你突然间 神让你感觉到有危机感 你觉得你这样下去不行 你需要上帝更清楚的带领 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开始跟随着上帝 他如果突然间不跟你说话 你会非常的惶恐 神有时候会透过危机 神有时候会透过一些的挑战 让你更清楚的知道 你要需要紧紧抓住神 特别是你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已经跟着上帝这么久了 突然间 他没有在说话 你会非常的惶恐 你才会更深的面对自己 我是不是还有问题要处理 我是不是不够爱你 主啊继续对我说话 我都已经跟到你到现在了 你不能够 这个时候不对我 不再理我 危机有的时候会 更加更加的提醒你 你需要上帝的带领 跟你旁边说上帝的带领 举凡财务危机 人数的危机 感情的危机 有的时候你要感谢主 因为危机感会让你 发现你更需要上帝的带领 你需要更多的意向的带领 第三个意向是什么呢 你要接受是从上帝创意的启示 上帝本身是一个 非常卓越的视听教育家 所以他对亚伯他往下 他对亚伯他怎么跟亚伯说话的 他给他看星星对不对 又给他看海边的沙 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 已经看见某个图 某个意向 某个经文 你却不明白 继续问 因为神不会只有说一句话就 他一定是等着你继续跟他 等着你继续的来找他 神说了一次 他就会一直说下去 了解吗 我们来统整一下 你需要异象 而异象通常透过祷告领受 如果你本身没有渴望 神就不会再对你说话 有的时候你透过危机意识 神也会在当中 会特别的提醒你说 他要赐给你一些祝福 你要抓住我 第三个 你在领受异象的时候 你不要有任何的预设立场 你要相信上帝是有创意的 透过一个经文 透过图像 透过影片 透过音乐 透过任何的方式 你都可以领受到上帝在对你说话 跟你旁边说 我是一个领受异象的人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那么异象接下来要怎么样的 让自己是比较清楚 有很多的人是这样说 他领受一个异象 然后他就把它放着 或者是这个异象看起来很遥远 有没有人想要 像我领受的异象很特别 我跟你们说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支 主耶稣末世的军队 首先是军队 并在敬拜宣教神的话语上 撼动裂国 光是裂国 我就想 主啊 我要怎么去裂国呢 不要觉得我在痴人说梦 我相信 你们可能不相信 但我相信 但我不止于就是 按走在自己的胸口说 我相信我领受 好 主啊 接下来怎么做 我问了上帝 我问了神关于荣耀丰收教会 接下来该怎么做 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看见人数爆炸性的成长 看见财务上极大的丰盛 我们会紧张的 我们在危机感当中 我继续问神 主啊 我该怎么做 神很清楚地告诉我 来 弟兄姐妹可以看着我 你要来领受 我要奉耶稣的名 来对你们说话 我要奉耶稣的名 要你们来领受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们都要成为传道人 我们在训练的 我们不是把很多的平信徒 一半的弟兄姐妹带来 然后告诉你要奉献 不 我们花时间训练的是传道人 你相信接下来你就是领袖 你相信接下来 你要带领许多的人信主 因为你已经预备好了 你相信吗 反正我是信了 我相信 因为我们在当中的人 开始 当我们的同工 已经慢慢变成领袖 具备领袖的格局 甚至是有传道人的能力的时候 我把你放出去 你就是一间教会 我相信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啊 我是信的 你们 我是信的 意象要具体化 不要只是领受一个 然后你在那边 好像有一个大概 但是你却不清楚细节 神经人都把大概告诉你的 祂为什么不告诉你细节呢 你要期待神是会跟你讲细节的 所以我问得很清楚 跟他说问清楚 有些人不敢问 是因为他觉得这是我的幻想 这是一个我自己以为的事情 他不愿意去追根就底 神是值得可以让你查验的 如果你领受 你觉得好像如此 大概 但是你不是很清楚 问清楚 因为神会清清楚楚地 交代所有的事情 我等一下会来跟你分享 来往下 所以如何让你的意象具体化 第一个是透过分享跟讨论 跟他说分享跟讨论 告诉别人嘛 告诉别人啊 微俊哥在领受意象的时候 我会先花时间领受预备 是真的吗 然后接下来我会告诉别人 不管别人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不重要 我是信了 我信的我得着嘛 我奉耶稣的名来领受 这个教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所有的同工开始被建立兴起 我们要看见第二代第三代的人 原来的弟兄姐妹都成为同工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属于服侍主的 他自己的那一块 你们要得着你们的产业 当你在你的应许之下 当你在产业当中 努力地去服侍主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 所有的一切都会长出来 而那就是我们丰收的时候 所以你要跟大家讲 你要不断地说 从你不太确定 说到你相信为止 如果你领受了异象 就要告诉他们 不要不好意思 如果你今天你领受 你要全时间服侍主 你就要告诉别人说 上帝呼召我了 有一天 我要全时间服侍 他可能是五年 他可能是十年 他可能像大卫一样是二十年 但是你宣告你相信啊 你们不要把你的意象 放在你的宝贝盒里面 不要把你的意象放在床底下 睡觉以前拿来看 所有人都可以笑你是傻子 但是上帝绝对不会 因为当你真正的回应呼召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原来 他们并没有领受到跟你一样的东西 17岁的大卫到37岁的以色列王 大卫没有把这个意象放在床底下 他一直都相信 他会成为上帝所拣选的那位 牧羊的人的王 你呢 你害怕别人开你玩笑吗 你害怕别人说吗 把他拿出来跟别人说 透过分享 透过讨论 你会慢慢的发现 你会越来越有一个方向 很多人领受大概 但是他没有问细节 跟上帝要清楚的条件 很多人的领受意象没有成就 是因为他从来不去思考如何执行 你认为上帝给你 上帝会做工 No 你要去回应的 跟你朋友说回应 你领受全时间的呼召 你要怎么回应上帝 你要不要去读神学院 你要不要去预备你的服事 你要不要被生命破碎 你要不要去带人信耶稣 还是你就决定坐在这里 看神为我们成就何等伟大的事 呼召是你要跟上帝一起同工的 领受的意象就要回应 而回应需要清楚的策略 问他 这个要问他 但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阿门 往下走 当你领受都说去对他传福音 真的吗 不要去 剩下的上帝会处理 但是你要跟他同工 阿门 奉主的名今天要领受这件事情 你知道异象具体化 这会让人带来兴奋 因为他就不再是一个梦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计划 而你照的方式 回应他你就会看见 透过祷告让他具象化 清清楚楚 没有任何一点的怀疑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清楚的祷告 然后就回应 结果上帝会负责 但是你需要跟随他 好吗 求上帝一步一步清楚的带领 求上帝再次的燃起 我们那个要服侍主的心 回到我们起初 那个时候认识上帝的那种火热 信主久了你会冷淡的 信主久了你会看见 日出一日 日复一日 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西边落下 Nothing It's new 没有什么东西是新鲜的 但是当你重新被印象燃起的时候 你每一个呼吸都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做的是很酷的事情 Amen 再来我告诉你意象是可以清楚的评估往下好不好 它是可以清楚的评估的 做梦就把它弄清楚 可以吗 旁边有些人是什么 他做了梦 他做了意象 他就让它过去了 如果你做了一个清楚的梦 请你把它记下来 如果有人曾经为你祷告 把它是一个祝福 是一个关于你未来的服事 把它写下来 你需要自己去查验 但是我告诉你把它写下来 你会弄来做对照 各位你知道有的时候 上帝给你清楚的策略 但是你没有去做安排 你没有去规划 你没有去评估 他跟你们好像说评估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跟你分享 我生命中许多服事的经验 许多的人他领受了异象 但是他从来没有成就过 有些人常常神对他说话 在祷告进来说 你是领受 从来没有成就过 是因为你忽略了下面的步骤 你只是负责祷告 你从来没有去执行 你从来没有告诉别人 你就是个人的领受 你懂吗 你要领受的告诉别人 我们去讨论 让大家都相信 你也开始越来越确信 上帝叫你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去问上帝 我要如何的做 我要去评估 我要去实践 再次跟你旁边说 明确可以评估的异象 明确可以评估的异象 接下来我要预备一个 的重点就是 当你开始被异象拥有之后 你会有哪一些的祝福 来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来看我好不好 今天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我要跟你讲 把它抄下来 异象会让你受苦 异象会让你受苦 因为异象会 会不断地吸取你生命中的 每一件事情 你会为它而活 不会让你受苦的异象 叫做兴趣 我再说一次 来看我 异象会让你受苦 不会让你受苦的异象 叫做兴趣 请问你音乐是你的异象 还是兴趣 我看你的态度就知道了 你练一练 好辛苦 我觉得挫折 生气不练 那叫做兴趣 如果它是异象 它会燃烧你 有人传福音是兴趣 有人带小组是兴趣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有些人在台上服饰 只是因为兴趣 因为他需要被肯定 是异象吗 异象会燃烧你 异象会让你寝食难安 异象会让你痛苦 因为你明明知道做不到 你却仍然要勉强自己 这就叫做异象 一个有异象的人 不会被环境影响的是 他已经被异象燃烧了 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再伤害他了 阿们 他会让你痛苦 而如果你一旦遇到挑战 遇到挫折 你就放弃 那个叫做兴趣 兴趣可以随时改变 你现在跳芭蕾舞 明天拉小鼻琴 过两天你又喜欢骑摩托车 接下来又骑脚车 那个兴趣会一直在换 但是如果是异象 它不会改变 阿们 你即便痛苦 被抓住全身燃烧 你仍然全力以赴 因为那异象正在拥有你 你正在被燃烧 但是被异象所拥有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会得着的恩典 叫做因为你的异象 你的信心会不断的增长 你扣过异象 不断的挑战那些 做不到的事情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就发现你跨过去了 又有一件事情 但是我的异象往前面走 再来 又跨过去了 你会不会对上帝的信心 越来越大 所以慢慢开始 我对上帝对我说话 我就越来越不迟疑 是因为我的信心 不断的增长 我们来看今晚好不好 一起来读 预备 金 亚伯兰 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意 这个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意行 来往下好吗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意思 他说相信 是透过异象而已 你发的一种行为 我因为看见了 来看我 我因为看见了 然后 上帝给我清楚地看见 天上的星星 海上的沙 我就相信 然后我抓住他 但是我会痛苦 因为你要紧紧抓住异象 异象会让你受苦 所以我为了这个异象 我为了上帝应许我的 我愿意附上 所有一切代价 就为要追逐他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不是试经讲道 今天我也不是好像 但我今天要重新地呼召你 我也要拉起你 原来可不可以回想到 你当初是怎么信主的 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们 我们是怎么一起 建立教会的 面对那是一个废墟 我们大家却很开心 那弄完之后 流泪 流汗 然后大家一起喝饮料 可不可以回想到 当初那个状态 我们是怎么看见 荣耀丰收教会 从一个虚无 没有实体 开始进到一个实体 然后开始进到苍圣 开始进到得地为业 Amen 你还记得吗 如果现在我在对你说 上帝要祝福我们教会 你相信吗 我们被呼召起来 建立这个教会 你就要成为这个教会的长老 你就要成为这个教会的 全时间同工 你要成为这个教会 极大的祝福 也许你不会出去 但是你可以训练很多人 把你贡献你的所有 成为这个教会 能够训练更多更多工人 让他成为一个基地 这个教会有非常大的祝福 我鼓励你跟我一起同工 但我不要因为你喜欢我 我鼓励我们 因为我们在一起 是我们彼此有相同的意象 跟你旁边的人说 信心因为意象而成长 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了 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 他甚至之前他不是很相信 他之前是不相信的 可是因为上帝让他看见了 天上的信心跟海边的沙 他开始相信 所以后来神说 他是什么 以死为他的意 他变成了信心之父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去拥抱你的意象 去抓住他 然后用这一辈子燃烧好不好 我宁愿你死在意象当中 我也不愿意活着 却像行尸走肉一样 你可以过得很丰盛 在我生命中 灵性最脆弱 是我过得最好的时候 在我生命中最渴望煮的时候 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我们每天只能吃一餐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带敬拜 但我生命中 灵性最耗弱 就是我完全买东西 不用看价钱 我坐在一个自己的办公室 坐在那里 然后就发呆 甚至会流泪 因为我怀念那个 被异象拥抱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没有在全时间服侍 我进到职场 我觉得我很懊悔 因为我并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 但我过得真的很好 可是我的内心驱动一件事情 就是回应呼召 回应呼召 所以当我太太跟我说 她说她要去服侍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但接下来上帝跟我讲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不再回职场 我不需要再证明什么 但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因为看见异象 你的生命中会不一样 再次跟你旁边说 我要被异象拥有 第二点 异象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 就是你的经历 会因为异象而不断的成就 来 从你领受异象 到成就的过程当中 你会经到信心的起落 这些属灵的成长 就说明了往下看好不好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经历 是不断的证明上帝 信实守约这件事情 我在开始信主的时候 我是被呼召 神就告诉我说 你要来 你要服侍我 所以我很清楚 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传道人 有一天我会会慕会 那现在的方向 当然跟我原来所想的不一样 可是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放在里面 我曾经想要全时间 曾经又回到职场 这样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当整个事情成就 当时间 当整个环境是如此的时候 我就回应 我就阿门 我知道这就是上帝要我做的 你的经历 会因为异象 而成就 你的经历 正在不断地证明 上帝对你说的 所有就有命力就力 所有就有命力就力 把他放在你的心里面 不要忘记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曾经神呼召你成为敬拜者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上帝呼召你 说你要来全世界舰船道 有人忘记了 今天我要重新地燃起你的想法 燃起你的信心 不要把它放在口袋里面 不要把它放在床底下 放在心里 好吗 有一天 当成熟的时机 当更清楚的环境的时候 你就挺身而出 因为你早就预备好了 我们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传道人会出现 我们当中有非常非常多 会建立教会的人会出现 而我在这里告诉你 我很荣幸 是跟你曾经同工过的 我们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神的国 当你开始进入到异象的里面 你会得到第三个祝福 往下好不好 就是你的一生 会开始因着异象而活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过的 异象会让你受苦 它会拥有你 它会占据你 它会吸取你的生命 它会燃烧你 你的这一生当中 最好的就是为异象而燃烧 将自己完全地放在祭坛上 为了上帝的荣耀 因为你现在不死 你不把自己燃烧 你在旁边就像无用的什么 不结果的树 会丢在一样是被燃烧 只是不是被圣火 我鼓励你 在这一辈子里面 抓到异象之后 开始为异象而活 忍热到大的异象 他的心就会变大 去成为一个被异象拥有的人 我往下看 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我在今天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荣耀丰收教会不是要不断地建立教会 我没有要很多的分堂 那都是建筑物啊 我要的是这个教会不断地在建立传道 跟你们说传道人 所以他跟年纪没有关系 我们期待的是不断地建立传道人 而不是建立一个大的教会 建立一个有钱的教会 建立一个冷气很强的教会 我要把时间 我要把金钱花在人的身上 所以教会的装备 教会的这些设施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 跟你还没说就是我 你们是教会未来要使用的传道人 我要建立的是传道人 我要建立的不是教会 当许多的人正在 现在这一代荣耀 他们却忘了下一代的时候 他们没有兴起传道人的机制 这个荣耀不能在你们手上被丢下 你们需要兴起 需要来回应上帝 我们要看见许多的传道人 要在这当中被兴起 不管你几岁 你可以是70岁的 80岁的 你可以是17岁的 18岁的 Amen 我要分享到这边 我们要重新的回到 敬拜团上来帮助我 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的教会来祷告 来 这是我们教会的意象 来跟我一起读好不好 一杯 请 建立一支主耶稣末世的军队 并在敬拜 宣教 以及神的话语上撼动 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来 一杯 请 建立一支主耶稣末世的军队 成为军队 成为可以被要求的 成为一个有纪律的 成为一个爱主的 我要你完全地为意象而燃烧 我要你完全地为意象而在意象当中奔跑 我要你完全地死在意象当中 不然你这一生当中就白火了 你可以追求物质的优渥 你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好 睡好的床 吃精致的食物 但是你这一辈子在临终前 你会懊悔 牧师在这里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好好地面对你的呼召 死在你的意象当中 不要到你真正的寿命将近的时候 你再来懊悔说主啊 我没有把握我的机会来服侍你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活多久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没有尽力地回应上帝 我要奉耶稣的名往下 我们来读这段好不好 来一起来宣告一杯 天父未来对我的计划 就是我的意象 天父赐给教会的意象 也同样是我的意象 我愿意委身在这个意象当中 不断地经历 并且证明上帝信实守约的这件事实 最后我要为你来祷告 为我们能够在今天领受意象 主要在今天对我们来说话 如果你还没有很清楚的意象 我已经把我领受的 以及这个教会的意象告诉你了 你在当中难辞其咎 你在当中你不会说 你只要做个平凡的平信徒 你在当中你要动起来 全民皆兵 因为你不单单是服侍者 是敬拜者 你更是接下来 教会要预备的传导人 你没有理由在这里 过安逸的生活 你要预备好自己 接下来在属灵征战当中 去看见得胜再得胜 好不好 我们一同起立 我要为你来祷告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等一下后一点时间 蛮长时间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